嘿! 神秘記者來聊蜜蜜了 大家好 我是神秘武社區的專輯記者 我叫賴正凱 我是蔣承辭 然後我們好久沒有在網路上來跟大家互動了 對 因為現在公司政策的改變嘛 我們現在全力專戰網路 對 所以我們以前可能有點荒廢的粉絲團和YouTube 我們現在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24小時都在上面了 對 不要放棄我們好不好 繼續要來關注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又要回到我們自己最熟悉的主戰場了 包括凱開呢 可能會帶大家去探險啊 或是去鬼屋啊 來分享一點點過去 你帶大家去探險 而且那時候我想直播嘛 找了清明啊什麼的 郭老師啊 一起去直播 聊一下哪一個直播去探險的經驗 是這樣最印象深刻的 其實我們台灣這個廢墟的部分啊 還有很多很多 就是接下來可以陸續帶大家去 那像說是基隆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是 基隆有一個俗稱的鬼廟 它在半山腰上 喔 所以基隆那個是讓你最印象深刻的 我記得那個 我記得那個 對 因為它就是 你知道嗎 那個神明給人的感覺是很陽光的 對不對 是很正面的 但是那間廟的神明反差很大 它進去就給人感覺非常不舒服 你自己真的有不舒服嗎 我進去當然不舒服 因為那地方就很陰森嘛 當然 然後我會提到說 其實它過去我們撇開這種靈異的感覺 它是有一連串的故事導致這一間廟變成基隆 飛行鬼廟 所以之前有些法師說你長腳了 你擔心嗎 這我不擔心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說法 到現在至今我覺得如果那個卡到身上的靈真的要害我 應該早要害了 至今沒有應該也變守護靈了 那你白頭髮長了好幾根了 應該是因為帶女兒的關係 累到了 對 這根鬼 所以除了可以跟凱凱一樣去探險之外 我們也會帶大家去辦一些公廟對不對 對啊 每一次好像她過年過節的時候 哇塞 我們那個流量都好可怕 很驚人欸 對對對 我會出乎意料見有人分享那道幾百幾千的那份 欸我們有百萬點擊率你知道嗎 有喔 我們是很夯的 我們好幾則有百萬點擊率喔 對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次的就是 不是說有一次啊 幾年前我們都會去再過年 也要過年了嘛 對不對 就會有很多的財神有沒有 財神廟 你是在說我之前做的那個嗎 對對對 你那是哪裡啊 我那是在北港 然後那個廟也是很有趣 就是我那時候去採訪的時候 人爆多 爆炸多 非常非常多的人 然後都是要去求什麼 錢母啊 開運幣啊 然後我自己還買了一個小旗子 然後就是過了一下香乳 然後放在我的位上 那你有沒有覺得那陣子的財運特別好 我也不會告訴你 哈哈哈哈 沒有 你可能打麻將啊 到時候你要叫我請客的話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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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打麻將的時候 誒 自摸好幾把這樣 我就是都把那個旗子 就是這樣揉在口袋 然後尾牙的時候 就趕快拿出來 那一定有用 那就一定有用 但是我們那時候有送給觀眾們很好 我們求了好幾個過了香蕉 對 我們有發 就是做那個抽獎活動 對對對 我們臉書都有抽獎 所以如果今年也快過年了嗎 如果你今年快過年的時候 也想要再獲得一些像這樣子的 開運小物啊 或者是錢母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不好 好 按讚訂閱加分享不要錯過 開啟小鈴鐺 我們網路見 網路見